就是这张照片让中国气到跳脚 南韩国会副议长郑宇泽和韩台议员 亲善协会长赵清泰 上个月底低调访台拜访立法院长 游锡坤和总统蔡英文 行程保密到家 没想到南韩议员回国后 却将照片PO上网 行程因此曝光 中国驻韩国大使馆发出声明 还用串访两个字形容南韩国会副议长访台 强调严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韩建交公报精神 中方表达坚决反对和强烈抗议 我国外交部也立刻回击 中国旺称韩国国会议员来台访问是串访 不但严重扭曲事实 也侵犯韩国的国格 还有我国国家的主权权益 中方颠倒是非 言语粗鄙的战狼行径令人不齿 这是非官方的关系 因为毕竟我们跟韩国之间 现阶段我们是没有邦交 那其实这国会之间的交流 我认为应该就是比较宽广一点 任何国家都应该心胸气度要宽广宽阔 不是任何都去抵触 各国都认为有必要跟台湾有更多的沟通 跟互动来面对共同的压力 也就是中国的崛起 都会采取一个比较低调的做法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 但是中国总是会找各种理由跟借口 即便是在怎么低调 中国会打这个当作一个他抗议 甚至采取一些比较强烈动作的一种理由 蓝绿议员口径一致 算台韩议员交流只是非官方往来 中国实在不必小鼻子小眼睛 中国真的小鼻子小眼睛 先来请教明玉姐 其实这张照片是南韩的国会副议长 他们回国之后在他们脸书上面秀出来 中国看到真的是气疯了 来我们台湾参访 其实这一次南韩的国会总共是来了四天 国会的副议长郑宇泽 还有另外四名跨党派的议员 结果没想到中国看到之后 骂人家是什么 骂人家是串访台湾 用这样子串访 跟人们买得一样 这个中国真的是 怎么会有人讲话这么的粗笔粗俗 玉玉姐 那个串 串访意思就是说 你好像是抱头鼠串 逃来逃去这样 像老鼠一样 对 我现在要讲 就是说他们这个不是什么 迅雷不及掩耳的访问 也不是那个什么串 人家是12月28号 去年12月28号来台 到31号结束访问 是来了四天三夜 那你要不要先去检讨 你自己的外交体系 就是事前来你都不知道 那你没有办法 你不知情 都没有掌握 对 你自己没有掌握 结果呢 我必须坦白讲 就是说这一次的这个国会 外交是蛮低调的 那为什么这个 突然中方会发现 是因为他们韩国自己的 这个议员 国民力量的这个李达坤 他就po出他跟蔡总统的合照 所以他们还突然醒来说 又来 而且时间已经过一段时间了 是12月28号来的 所以突然 这个就好像外交部 中国的那个驻韩大使 突然醒了 觉得说不骂几下的话 似乎没有办法回去 对这个他们自己的中国 这个政府外交部来交代 所以突然赶快醒过来 那我必须要讲说 你是不是之前自己的情报太差 就是连他们自己的 南韩的国会副议长 层级蛮高的副议长来台湾 而且是睽違 疫情睽違三年之后 首度的来访 而且他来访的成员 是跨党派的 他其实不只是副议长 我们刚才讲什么国民力量 共同民主党 他是跨党派 等于说各党派都有 都有来 那所以你来的话 你事前的情报不知 然后后面是人家 po了照片之后 你才知道 所以我是觉得 他今天这样严厉的 中国的驻韩大使 他是这样严厉的批评 我认为说他是要补 补他之前情报的不足 所以现在赶快来出声 那至于我认为说 你现在用串访两个字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 侮辱国会议员 我要第一个讲是说 因为他们人家来 才是四天三夜 所以不是那种 好像抱头鼠竄 人家是好好来这边 有觐见总统 然后有跟我们的游锡坤院长 做正式的 这个国会外交的见面 所以这个 我觉得这两个字 真的太无礼 太粗俗了 你这个侮辱 我认为说 南韩的国会议长 因为他是副议长层级 我认为南韩国会 应该要对这两个字 提出严正的抗议 不然我觉得说 你连这个国会的议长 都可以侮辱的话 我觉得这真的是 非常的不可取 那再来要讲是说 我觉得这个也是那个 我觉得苏贞昌讲得很好 这就是恶邻居 你凭什么对人家 这个来指指点点 你已经是干涉他国内政了 因为譬如说包括 你从裴洛西来之后 很多人会认为说 台湾是民主的政体 事实上台湾的民主 也在国际是有目共睹 所以包括你是要支持 支持这个民主政体的 支持民主国家的 基本上议长通通都会来 非常表现他们友好的行为 你包括什么 之前的那个捷克 还有世界各国的这个议会 通通都率团慢慢的来访 那你只要来访 你都要这样骂吗 所以我也觉得 是这个是非常没道理 这是恶邻居 你这个对这个指手画脚 而且还干涉到别国 干涉到别国说 你不准来台湾 我觉得这个是已经是 这个太清门太乎 已经是恶劣到一个基点 我最后讲 我是说 如果他要这样子的指手画脚 你看像最近南韩的情势 两韩其实也很紧张 你就从来没有听过 就是他们这个韩国自己的国内 对他们的兵役问题 就说好像因为他们现在韩国兵役 是一年八个月嘛 那如果说我觉得就是包括赵少康 或是新党这些人说什么 要这个恢复兵役 我觉得两岸 我讲过很多次 就是两岸的情势 其实跟南北韩兵凶战危的情势 其实是差不多的 可是他们韩国国内 从来也没有讲说 我们要缩短兵役 那你能够跟金小胖 也是跟他拍板交案说 你不要在那个飞弹老四射来社区 我们可以坐下来和谈 没有 大家也是维持自己 这个自己的国家自己救的 这样子的一个主权意识 所以才会为 大家才会在民意高涨的情况之下 我们把我们的兵役 恢复到一个月 所以我觉得 大家都有这样子 自己保卫自己国家的意识 那为什么台湾 有一些这个赵少康之流的这些人 要提出不同的意见 我也是觉得蛮奇怪的 连苏葵今天都开骂了 这个我们旁边就是 住这种的牌猪鼻 来 翟哥怎么看 除了刚才明玉姐分析了 他说这个中国的情报单位 是不是完全没有掌握到 南韩要来台湾访问的这项消息 所以骂串访啊 用这么 这么丑陋啦 这么粗俗的言语 是不是也有一点 恼羞成怒 见识当上去的成分 不过另外一点 我想请到翟哥的是 有没有这个 中国最近跟南韩的关系 是怎么样 因为南韩因为疫情的关系 已经停发中国的入境短签了 所以可能这件事 也让中国很生气 照这个就是 就这个事情啦 大发雷霆 来转移一下目标啦 来 翟哥怎么看 其实就中国共产党它是借机啦 他不可能不知道 因为这是他例行性的 这个韩国例行性的 因为除了这三年以外 像那个韩国国民力量 这个郑宇哲副议长 其实他跟台湾的关系很深 他在1993年那时候 陈水扁当总统 2004年 陈水扁当总统的时候 他就曾经在那个金钟碧 那个韩国的自由民主联盟 他就访问过台湾 所以这个中国共产党对于 不管是日本也好 就是说在整个东亚周边国家 对于这些国会的动向 其实他掌握的都很清楚 甚至在每一个国会里面 都有他的人 所以我认为中共不是不知道 他是借这个机会 把他拉高情势 作为一个 因为韩国毕竟 韩国毕竟在整个东亚的情势上 他比较 他比较在这个中美之间摇摆 中美之间摇摆 所以他要 因为最近他你看这个日本 中国对日本 对在宫古岛的海岸进出 还有无人机飞到那边 对台湾的这样的一个海空的威胁 其实这力量蛮大 所以作为整个美国在东亚的 这个安全结构的 其中的一员的韩国来讲 他怕说韩国在美国的压力上面 会产生有一些变化 所以他 我以合理的推测来讲 他用这个方式对韩国施压 可是这是外在 就是说对台湾人在看这个 当然我看到国民党林德福 他有第一次 国民党有第一次有正面的 站在台湾主体性立场上去回应这件事情 其实我这个现象是蛮好的 反正反过来你来看 看现在我们国内的情绪 尤其是侯友宜 侯友宜那一句话 说台湾非强果的棋子这句话 是侯友宜头一次 对台湾的对外 或是跟中共的关系里面的第一次发言 可是台湾不是强果的棋子这句话 也不是侯友宜发明 他是跟着乌鸦学嘴 跟着谁讲 跟着苏琪 跟着赵少康 跟着苏宏达等等这一类 这是以美亲共的人的一个话语 第一个以美是他怀疑 为什么因为侯友宜不敢讲 这到底是强果 哪一个强果的棋子 可是依这句话的定义的脉络 很清楚的就是 不要作为美国的棋子 不要作为美国的棋子就是 赵少康 苏宏达 马英九 苏奇 金府中 他们这一类人认为说 我们必须要站在一个中国的原则 不管这个一个中国的原则 到底是一中各表九二公式 还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中原则 所以最后我们要来看就是说 台湾整个外部的外交变化 还是要回到国内 这些主要的政治人物 他的立场上 所以侯友宜的政治立场 现在就是在拉拢赵少康 来对抗朱立伦 其实刚才谈到美中台唯妙的关系 侯市长这个元旦谈话喊出 不要当强国的棋子 这个强国到底是哪一国 侯市长是不是需要出面来说清楚呢 等一下回来继续请冠婷来帮我们补充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